我爱我的国家 关注国家社会变态 从一留言FM开词 我觉得实话之说 不凭这名 Dansley Robert Bang 好 留言单头最后告证 我们现在又回来了 我们利用最后的一段时间 跟大家继续报告 这个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大选的 这个后续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目前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消息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 是选举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国阵 目前在国会的议席上面 是有129席 明年已经是来到80席 这个成绩已经接近 这个308大选的时候的 这个国会议席了 那么再多议席 那就是上一届的这个一席一样的这个数字了 预计的可能会超过81席 那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 在五年之后的505呢 这个明年的这个成绩呢 就是略有提高 但是呢 仍然就是不能够执政的 但是已经是打破了国阵的三分之二的这个国会的垄断的地位了 是 这种情况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最新的更新呢 目前我们也是没有收到很多的一些消息的更新 目前也只是停止在这个129席对80席的那个状况 而且目前那个SPR的网站呢 还是Service is unavailable了 也就是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无法得取的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就是 在几打兜黄塞兹已经引起了他的那个 对对 已经升出了他的那个席位 对对对 因为对于这一方面 我们觉得比较差异的就是 关于他的选区的那个结果呢 是比较少看到的 直到最后就有一个消息传过来 黄塞兹已经允许了 那么马华候选人 现在有多少个人已经允许到了这个 他们的席位呢 根据所了解的 就是目前深处的 马华深处的有黄日生 魏家祥 王塞兹 黄家泉 古乃光 秋思祥 廖宗来 蔡志勇 OK 黄日生就当中Pi 这个魏家祥就是IATAM 黄塞兹就巴朗斯莱 黄家泉就当中Malim 古乃光就是阿罗嘎家 是阿罗嘎家 阿罗嘎家 然后这个秋思祥是德布朗 那种来就奔冻 然后这个蔡志勇就拉毕 所以这 目前马华胜出的有巴西 好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个 HPR的官方网上已经出来的那个消息了 这些在我们就能够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那么国阵目前已经赢了130个国会议席 明年那一方面是有伊斯兰党21席 公正党25席 然后民主行动党是37席的 所以总数是多少 总数是83了 83席 差不多上一次了 嗯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更新的 呃 国阵已经赢到131席去了 那今后要完了 131加83 还剩 啊 这个呃 呃 明年已经83席了 嗯 嗯 那么就是 目前所公布的那个席位呢 是有214席 那也就是还有8席是还没有公布的 还有8席 嗯 还有8席 刚来3点之前应该都会全数公布出来了 呃 目前呢 呃 在各个方面呢 有些呃 什么样子的反应吗 没有 看起来只有都静下来了 因为就是在网上开始 就是发动这个呃 黑色的荧幕啊 就是这个破发换黑色 而且同样也有create了一个group 啊 目前这个group里面邀请了 这是呃 两百多千的人 就是二十四万的人 然后参加或是赖的人 已经是二十二 两万四了 就是十趴的人已经 已经赖了 就说在这个时间 这这这呃 两个小时内 原来还有二十四万的呃 这个马来西亚人在网上 然后去参与了这个这个活动 嗯 还有人发起了杯阁这个呃 这个老马的这个邮战 嗯 就光要说 没邮也不打他 嗯 车没用也 走他们也不愿意 那今天应该是秋光 要这个停止 节食的日子了吧 应该是吧 其实 哦 又增加了 又增加了一千人了 哈哈 在哪里增加了一千人 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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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六号 呃 五月六号穿黑衣呃 呃 呃 这个活动 嗯 从现在开始吧 呃 呃 比利州的最新正式正式正式的大选成绩哦 比利州的是这个呃 国阵赢得十二国三十一州 明连赢得十二国二十八州 换句话说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相差那州习的三个席位 嗯 嗯 国席都是一人一人平均拿十二个国 一人拿十二个 就一共二十四个一个二十四个这个国席 对对 一人拿十二个 嗯 然后州习就果正稍微拿到三个席位 就三十一对二十八 嗯 嗯 很接近那个成绩 OK 呃 目前这个情况哈 还有一些其他的进展吗 目前我们是没有得到一些呃 更新只是知道呢 现在呢 国阵是已经保住了那个八州的那个政权了 然后他也夺回了那个击打的政权 嗯 那么明连那一方面呢 只是保证呃 呃呃 雪兰额 槟城 吉兰丹三州而已 三个州而已 嗯 也就是说比起呃 上一届的那个大选的 又失掉了一周 失掉了一周 嗯 嗯 比起上一届大选是失去两周 一周是霹雳州 一周是击打 哦 是 霹雳州若是呃 夺权鞭天的 那个 实际来讲 是 失去了两周 嗯 嗯 又最新消息了 呃 国阵得了一百三十二 明年八十四 嗯 所以换句话说呢 就还差一个六个六个议席 还差六个 嗯 那呃 咱们看一下啊 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了就是呃 在国会议席啊 呃 呃 方面呢 呃 虽然这个呃 明年没有能够执政啊 呃 但是呢 呃 差不多了 呃 他否决三分之下 而且呢 比这个三十八的时候呢 有一些的这个进步了 那按照这样子的情况呢 呃 各位你们你们呃 分析一下 说呃 安华 或者是明年 那包括伊斯兰党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伊斯兰党的任何领袖 发表任何的声明 哦 那么他们会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明天啊 他们是否会讨论来来啊 进一步的一些对策 来对付这个选举委员会和这个 纳吉 呃 这个呃 政权呢 嗯 以呃 今天中午所发生的那些乱象 还有呃 点票的时候呃 有一些呃 停电了的那种现象 我相信呢 明年那一方面的人呢 不会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三霸的 肯定会争取到底 嗯 所以只是现在我们要呃 看什么时候他们会出来发表那个声明 嗯 而对这个选举委员会 嗯 将那个 将那些所有发生的事情嗯 揮合起来 嗯 做做成一个一个案件 然后呈呈上去给司法部去做一个判断 嗯 嗯 那呃 呃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呃 呃 目前呃 呃 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呢 那是非常的呃 呃 有问题啊 那么啊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当然呃 这个呃 这样子上诉的一定要做的 但是呢 上诉的最终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想而知 啊 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呃 效果 那么我说过啊 过去呃 在这个选举投票之前我就说过呃 只要有两件事情国阵能够做到的 那国阵是不会呃 放手的呃 哪两件事情呢 其一就是说我的位置比你多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是呃 阿公给我点头了 嗯 或者是苏丹点头了 嗯 那什么事情都做得到啊 这这一阶的选举呢 呃 这个问题呢 已经是出现了 就是说呃 我现在呃 在选举委员会的下面呢 这个位置比你多 那么苏丹呃 基本上也会点头 啊 这样这种情况下呢 什么样的上诉呢 我觉得呃 呃呃 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啊 就象征什么呢 就是象征呃呃呃 你还承认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司法制度啊 你如果你不承认司法制度的话 你就无需去做这个上诉的这个工作 对吧 所以呢 呃 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说啊 这一届的的这个选举的情况呢 呃 我觉得 我觉得很快呢 就会就是尘埃落定了 那么如果尘埃落定的话呢 呃 对明年的这个后遗症呢 是相当的呃呃 深远的这种影响 呃 如果我我们我们不是说啊 今天呃 呃 有有的朋友就是非常的呃 泄气 但是有的朋友呢 就非常的这个沉得住气 对吧 呃 但是他必须面对就是明天以后的这个状况 呃 包括我我举几个呃 例子 一个是呃 这个明年的一些这个年长的领袖会要退位 包括安华自己也说过 如果这个是呃 呃 这一届没有能够打下 呃 不成的话呢 那我可能就只退出这个政坛 那这是安华的一个一个一个表述啊 林吉祥目前也是七十多岁高龄的呃 这个领袖了 尼亚自八十多岁高龄的这个领袖了 呃 估计再来一个五年 他们可能呃 呃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先退休了啊 不过其实整体来讲我们讲说这一次这个大选 我们说这个年轻票增加呃 呃 新选民增加呃呃 二点呃 两万三呃 二十三呃 两百三十万对不起 嗯 两百三十万 再加上投票率加增加了十趴 嗯 但是整个结果出来其实改变不大 嗯 所以大家其实对整个SPR甚至这个大选的这个情况啊 开始不相信 因为没有理由就是登奥多了 这个选票也多了 怎么起呃 整个情况还是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说呃 对于下一届怎样 可能下一届就是这个政治人感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嗯 就大家反正都改变不大 大家都不再出来出来再投了嘛 嗯 呃 但是其实下一届的情况 可能名人更有优势 为什么就是选区划分 就是以城市区来讲 就是呃 人口爆满过后他一定要划分 所以他在城市区的这个国会议席将会增加 然后这个新选民目前是十六七岁的 或者是呃 十八到二十岁之间的 这些新选民将会增加 增加很多 而且我相信会超过呃 目前这个呃 两百三十万的这个数目 所以整体来说其实要变天 下一届的几率会更高 嗯哼 啊 嗯 你在你在安慰 呃 其实其实不是 就是你看这个公正党 公正党是在这个安华入狱的时候成立 他成立了八年的之的时间 十八到十年的时间都没有安华的出现 但是他还是同样茁壮的成长 其实安华有没有再重要吗 其实这个明星已经不是不再属于一个安华一个人 甚至他也不倾向一个安华 或者是今天那个 任何之不再过后啊 啊就是其他人可能都有办法去取代这种精神 而且你从这一届的角度看 他虽然整个阵容看起来很很不不错 但是他成绩出来 他最近啊他他他还是最弱的 嗯 所以他必须可能要摒弃这个这个任何之的精神 甚至一些啊 哈迪阿旺种种这些人的精神 再改造一个新的这个pass 所以可能走下去的路呃下一届可能这五年过后呃 这个大选里面搞不好明年的深算会更高 嗯嗯呃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你你这么分析的 其实呃呃呃 今天我们这么说似乎有点粗糙了 呃 其实你要你要更细的来看的话 其实明星啊 特别是我我我我所形容的就是 如果你以这个严重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啊这一次的这个呃 选举明年没有能够入主不成了 对整个华裔社会的这个打击是相当大的 那这是我感觉到的 其实呃呃呃 华裔社会里面呢 就很多人会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样子 就说啊 我们这些近了呃呃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了 我已经去去到近了 好咱们呃 不要忘了这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喊这个 尹尼咖利拉 对不对 但是尹尼咖利拉 这几个小时之后的话 你怎么样来回味这个尹尼咖利拉 这几个字 那所以一些人呢 可能情绪会一落千丈 啊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啊 我我我下次走一个更加投机的这个道路 我就说啊 我我我不要了 你们你们啊 4.0你们去 你们去吧 我我我不去了 啊 这样子的情况呢 也可能发生 因为他觉得不能够 就这样子的选举并不能够满满足我的这种这个改变的这个要求 但是也有人刚才说的非常的好 就是说啊 这是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教训 我们要知道在下一届 怎么样能够走这个各族群的相互交流融合的这种道路 如果我们不走这种道路的话呢 可能这种现象还会加剧 刚才纳吉也提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所以其实呃 在昨天我我就就前天了吧 前天我我我我谈到一些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呃 马来票 其实在在这个这五年内 这个呃这个明年 他们总是呃就是我相信成轮或者是他们呃就是在一个密业期 他们很开心这个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进展的去去处理这个马来票 甚至如何去影响这些马来票 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华人虽然非常积极 到最后改变不了的 因为是马来票根本没有太大的动摇 嗯 对 那么最近消息啊 目前这个果正是132席了 明年来到了84席 刚才一样还是相差6席 还是6席 还是相差6席 是吗 还是相差6席 嗯 那么啊这个安安华所所这个开的记者会啊 他就啊指出 他说选举委员会呢 故意拖延公布一些这个成绩啊 啊 只会等待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完整成绩的时候才来公布 他出示一些幻动片和影片来显示在今早投票的过程中间呢 出现了许多外劳的这个尼茨幽灵选民 那这包括有80呃存在的幽灵选民 警方赶走那些啊 要贼捕幽灵选民的这个啊 人员 那外劳呢 就好像是被呃 雇来投票啊 等等的他呼吁 所有明年的支持者保持冷静 但这不表示明年会纵容啊 这些偷窃的这个选票的罪行 这是安华啊最新的一个一个表态 我觉得像这个呃 曾国刚刚提到说会引起这个政治冷感呢 我有另外一个看法了 我觉得说呃 这个取决于接下来明天后天这一个一整个星期呢 会看选举委员会的这个下场会是怎么样 如果选举委员会依然不受任何的呃 呃怀疑也是依然是保持在这个位置 而明年呢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相信这个政治冷感才会发生 那如果会有发生一些变化的话 我相信反而对下一届大选是一个很大帮助 而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等到下一届大选呢 我我现在总感觉到有一些事情在酝酿着 可能在这一个星期或者这一个月呢 应该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就是要看回去这个票数 如果说今天全民投票的这个情况 明年拿到的是超过50% 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接近60% 但是得到的一些相相比之下只拿到多两个 多三个 它将会是一个大的在逻辑上面是不合理 对对对所以所以可能会有一个很大波的东西 所以所以我就说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可能不用等到五年 就应该先会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动荡啊 当然这个动荡呢是好不好呢 我们要真的去好好去看看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主动性跟这个被动性 我们上国阵的这个支持者多数在于这个被动性 所谓的被动性就是很多他们在乡区那边投票 然后很多是属于需要人呐 债出来投票 所以国阵他的服务车队种种东西他做的比较好 所以他比较被动性 一旦我们讲说要发动 要呃要争取某一些东西 甚至去请愿都好 所以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明年的 比较主动性的 所以参与的搞不好他们的发行率很高 我们讲双党就是双呃两个阵线 明正呃就国阵发动的话可能出席率会是50% 但是明年发动的话搞不好是70% 其实支持者 所以其实在刚刚好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就是明年站在弱势 所以他发动任何东西呃 看起来将会有很多人很踊跃的去不复会 嗯嗯嗯嗯嗯 换句话说可能下一次啊不仅仅下一届下一次呢可能明年呢需要想办法动用更多的资源把这些人造出来了 把这些躲在不知道哪里的人把他们造出来了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些呃周一席方面的一些呃比较新的进展啊 呃在这个呃玻璃市玻璃市这方面呢呃国阵是有13个周一席呃明年是两个周一席呃 呃在吉打州方面呢国阵是21个呃周一席呃明年呢是15个周一席呃 在槟城方面呢国阵是10个周一席呃明年是30个呃周一席呃 也就是说呃这次槟城呢明年又多增加了一个周一席呃 在呃这个霹雳州方面呢呃呃 国阵是30个周一席呃明年是29个周一席呃 也就是说呃比上一次呢略为呃就是说跳槽之后的状况呢又进步了一点点啊 那么在吉安丹呢 国阵12个州议席 明年呢是33个州议席 丁家努呢 是国阵17个州议席 明年15个州议席 也就是说这个 丁家努是刚刚多出了两个州议席 在彭康州呢 国阵30个州议席 明年11个州议席 在雪安娥 国阵是18个州议席 明年38个州议席 这个情况呢 其实雪安娥 明年是有所进步的 在斯本兰方面呢 国阵是22个州议席 明年是14个州议席 在马六甲方面呢 这个马六甲 国阵是21个州议席 明年是7个州议席 在柔博州方面呢 明年是13个州议席 国阵是32个州议席 在这个沙巴方面呢 这个明年是10个州议席 国阵呢 是42个州议席 你看在这个所有的州议席方面啊 其实除了几打州 是输了比较不一样的情况之外呢 其他的地方呢 变动不大 甚至呢 这个 明年斩获的是更多 但是呢 却是失掉的这个州属呢 反而多了 你注意到这一点吗 是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可能值得 这个明年再稍微深入去参考的 就是在这个时间 这五年来呢 明年执政的州属呢 目前为止看到 还是有一些进展的 有进步的 那为什么这三个州属呢 可以保得那么稳 几打州失掉了 而其他的还是没有办法办回来呢 是跟族群的这个政策有关系呢 还是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难道是因为槟城 和这个雪州 华人比较多吗 所以能夺得回来 然后季兰丹就因为是走的是这个 回教路线 所以夺得回来吗 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这三个州是值得一个参考的一个个案 让他们可以在下一次呢 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明年所失的这些票呢 在其他州属方面呢 基本上是好像比上一期还糟糕的一些 除了这个柔佛有进步以外 柔佛拿了十三个州了 上一届时好像只赢了一个州是吧 一个国还是一个 我忘了 我记得是很少的那个数目 柔佛州这次拿了十三个有进步 其他的呢 看起来几乎是退步 是的 那么都是一个巴克里森 剩下其他都没有生 所以只有柔佛州有进步 这个策略可能是因为 他刚好打的是这个林吉祥 这个大将的策略 所以看到语音了 可是其他三个州属呢 基本上没变 还是他们赢 只是看到他们的这个进步了 其实越来越强了 我们可以看到 槟城 这个雪州是变得越来越强 可是吉兰丹可能要开始 开始忧虑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 失的这个 这个席位呢 好像比上一届多了 对吧 其实其实我们讲说 吉兰丹跟吉达州 这两个州呢 他他面对的同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这政策方面 就刚才像YBE 郭树清所说的 就是他们很多政策方面 是意义骨形 很多东西你去谈 都谈不谈不容 就是他他讲说 这个土著土著的土地 这个政策问题 他可以从30%去到50 50再调到70% 这没有人可以去制止他 所以其实 回家党相当表现到 到到今天为止 回家党表现的东西 是相当固执 而且他他甚至啊 就是在大选前 流传出了一封信 就讲说只投给回教徒啊 之类的东西 可能也就因为这封信 让了全马的 就是行动党也好 这个公胜党的党员也好 就完全不支持 这个回教党 所以这次回教党 看起来没有什么表现 所以我觉得说 像纳吉说的这个 可能这个曾经呢 也显示出了 大马的一个政治 两极化的一个 他有一定的根据 如果从这样子看起来 因为你看吧 明年的这个州属 赢的大部分 还是靠着这个行动党的 这个这个席位 是 赢的什么 都是华人的票数 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情形 都会发生的话 那到 接下来会是 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说 华人能执政的这些州属呢 必须是华人票 为主为多的州属 反而我觉得 这个东西 我有点看法就是 可能他并不是一个 种族啊 甚至宗教啊 种种的两极化 而是一个 社会性跟非社会性的 一个分别 就是行动党 他跑社会路线 所以很多东西 他比较亲近这个 这个人民 但是你讲说 这个回教党 他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跟你讲说 他要的是一个 宗教的这个 这个 议程 所以 而且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回教党 回教党到今天 还是属于老人家的一个党 他们在上面的高层 都是在老 都是老人家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就是80年代的这些 属于领导层 或者是70年代的领导层 从大专 毕业过后 以前在搞阿宾的 这些都完全没有看到 他们还停留在一个 清皇不戒 而且全部都是 老化的情况啊 我觉得 你看就是 就是 别说也好 任何大机会也好 我们看到一个 五百壮士 就是在前面 是帮忙 保护着这些 这些游行的 这些参加参与者 这些就是来自 回教党的年轻派 但是这些年轻派的 我们没有看到他出现 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 他们在哪里 他们思想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派系 在以前大专的时候 很多这些 70年代的人都有接受过 这些人是很大胆 然后 属于很讲理由 而且他们的议程 往往都不偏激的 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其实 回教党在面临着 一个大的改革 如果这些老人家不走 我相信这些改革 没有办法去 适从整个社会性的东西 所以回教党 这一次吃闷滚 而且这个PKR本身 其实我觉得 在这五年来 就是马来票方面 这两个拍 这两个大的政党 都没有真正的去耕耘 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 可能还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 我们意想不到的 这个问题 比如说 跳槽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之前就问过很多 这方面的这个律师也好 或者是法律界的人士都好 都说 其实明年内部的 比如说公正党 还有这个行动党 他跟他的候选人 所签的那些 所谓的协议 全部都是 没有法律效率的 没有法律的那个约束力 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效率 所以这个跳槽的这种现象 是还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通过上一届 就是308的时候 这个跳槽 他们可以合理化那种跳槽 那么这一届的话 有没有这种可能 去更加去合理化 这种跳槽 这种风气 其实反而我觉得 跳槽主要在行动党方面 是不可能造成 而且你讲说行政党 去再装一国 这些都不可能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到这个局面 我们看李尹霞的这个下场 这个德拉戴 这个张飞倩 他可以以枪高的这个票 胜住 而且对手这个 这个明镇的 都还不是对手 而且李尹霞本身 只拿几百票 就证明了 八千多票 OK 就证明了一样东西 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 选党不选人的时候 所以这个人怎样跳 他到最后还是死刑 就是说他只可能 在这一届多一个议席 这一届过后呢 他什么将 他什么东西都会失去 甚至他的名义 他整个可能 他他如果有一笔钱 这种都都还好 这样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人在马来西 我相信很难生存下去 所以但是在这个PKR呢 在PASS方面 可能或许他们 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就讲这个 Jokofi Nonin 他本身是公政党 在居林胜了这场战过后 他就是充当这个安华的 这个辩护律师 当时候跟塞附了 然后过后就脱离了 这个公政党 然后走到这个国阵 清国阵 到最后他被派去撒浪 他还是输 所以其实到一个他相熟的地方 也好 不相熟的地方 他怎么可以飞天顿地 在这一个季节里面 认党不认人的时候 他怎样都过不到管了 嗯 是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的 比如说马华 OK 马华这次打37个这个国会议席 还有多少个这个州议席 但他只赢了 差不多是六个国会议席 没有八个国会议席 是吗 他这六个国会议席 六个国会议席和十一个这个州议席 但是可以说这个马华创党以来 这个最低的一个记录 那这种情况下呢 蔡希利完全有理由说这个不入阁了 这这句话我们还记得 这算了 进这个账上了 就从礼拜二开始 我就要跟蔡希利说 你不能再入阁了 马华全部不能再入阁了 我每天都会提醒马华的这个党员 我要看看这个 廖正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看看这个 这个谁 吴嘉强怎么回答 我觉得有一种情况 我其实对这个政治 抱着一种希望 就是我不认为说 政治会履行 他们应该做的东西 比如说曾经我有听过 有一个领导讲过 我一票都走 到最后他输了 不只是一票他都不走 然后甚至绝对到最后 可以包在一起 种种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了 其实政治承诺 可以不是一个政治承诺 只是他要找出一个资源起说的方式而已 所以这个蔡希利推出内阁 或不推出内阁 我相信 整体来看 可能今天 你敢不敢再走进内阁 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你马华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这是 就是你还有没有脸走得进去 而且走进去 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对啊 最新的消息呢 国阵是133席 这个明年 获得了这个87席 还有两席 已经来到了220席了 还有两席的这个状况 这两席全部给了明年的话 也只是89席 也不错了 进步了好多了 而且这两席还没有公布出来的 这两席都是坐落在雪兰俄州的 雪兰俄州的这个两席 还不愿意公布 雪兰俄州都已经宣布是明年的 之前刚新公布的就是那个 彭亨州就民主行动党多赢了一席 然后其他都是公正党多赢了一席 那么现在只剩下两席还没有公布出来的 就是在雪兰俄 雪兆拿两席还没公布 其实我之前看到马华胜的是8席 这到最后看到的是6席呢 就王塞兹有胜吗 其实 就是 你能再重复一下赢的这几席 包括 OK OK 魏家祥 OK 然后这个 廖宗来 蔡志勇 蔡志勇 OK 然后这个王塞兹 王塞兹 古乃光 古乃光赢了吗 古乃光是阿罗克奖 古乃光居然赢了 然后邱思祥 黄家全 邱思祥你是讲那个 地不老 地不老的邱思祥 其实之前地不老 我不清楚 就是刚才我有重复 就是地不老 到底邱思祥有没有胜 不知道根据这个 这个情况是看到他有胜 那个 不甘拿 不甘拿 没有 就是这个 所以黄志生是单中必要 单中必要 单中必要有胜 也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确定胜的 就是黄志生确定胜 魏家祥确定胜 黄家全确定胜 廖宗来确定胜 蔡志勇确定胜 所以剩下的就是 邱思祥 古乃光 跟王塞兹 到底这三席 是不是全胜 如果全胜 马外应该有八席 那我们总的感觉就是 伊斯兰党和公正党 在柔佛州的情况 不是十分的理想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他在整个 五十六席里面 目前整个明年 才赢到了 三分之四分之一 左右的这个一席 而且在国会里面 二十六席中 国政已经赢了二十一席 然后共政党只赢了一席 民主行动党只赢了四席 而伊斯兰党是全军覆没 就是一个 在柔佛州一个席位也没拿到 对一个席都没有拿到 国旗一个席位都没有拿到 也就是来讲 伊斯兰党在柔佛 马六甲 圣美兰 然后四十个州所 还有槟城 还有那个polis 国会议席 一个都拿不到了 其实肯定了 就是王塞兹的成绩还没有公布 公政党在 王塞兹的成绩已经公布了 王塞兹是在击打 击打是击打的目前的那个席位呢 十五席中国政党的实习 然后回教党一席 然后公政党的实习 是但是可以查得到这个他胜还是输吗 因为根据这个马华的这个网站呢 他就目前胜的是七席 七席有一席在pending着 就是七席里面有一席是 Bella Bella的就是子皇家全 这个周佛州 周佛州有四席 四席就是魏家祥 这个 黄志生 这个邱思祥 还有一席是蔡志勇 OK 然后这个 彭宏州就是廖宗来 所以剩下一席还没有公布的 就是这个 谁的 Bending击打州的 就是 剩下就是王塞兹的 还不清楚 击打州从官方网页来看 SPR的官方网页来看 击打度的十五席 国政兵的十席 伊斯兰党一席 还有共政党是四席的 关闻什么 这个东西 在此一点 我们就应该看得到 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一届的大选 这个 明年还是成功的 能够突破国政的 三分之二的优势 那么说 明年在国会里面的 这个力量 比上一届 有所增强了 对不对 而且这种情况 一般来讲 是相对于健康的 一个情况 相对于比较健康的 一种 一种情况 这个 对比的势力 是相当 当然 这个我们也看到 这个州政府方面 这个州属 明年是 反而比过去少了 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州了 但是呢 在各州 很多州属的 这个 反对的力量 确实增强了 这是我看到的 一个 一个 进步 这个方面的进步 那么 接下来呢 这 这些天 到 到这个 组成新的 这政府 到目前来讲呢 当然我们看 明年要取得 一个共识 明年三年 要取得 一个共识呢 还需要有 进一步的 一个 一个会议吧 我看 这个会议 是免不了的 但是 有一点 我看到的 就是说 在整个的 国会 议席方面呢 这个 公正党 跟这个 伊斯兰党 这个 两个人 合起来的 这个议席呢 才可能 超过 什么 超过这个 行动党 行动党呢 成为了一个 最大的 这个 反对党的 这个 这个 最多 拥有国会议席 最多的一个政党 那应该说 行动党是老大 这个国会领袖 应该是由 林吉祥 林吉祥 来担任 这是 对吧 对对对 那么就 大家要听 林吉祥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巫统就更容易 画这个漫画了 就是这个 哈迪旺 和这个 这个什么 韩华 要这个 为林吉祥 而这个 什么 七球吧 应该是 就是 扶手生臣吧 对不对 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对这个 马来人的 信心来讲啊 是有 自尊心 有很很大的 一种冲击 一种冲击 所以你看 在烟囱政治之下 这种东西啊 是 这种 利和弊 有的时候是 是一种双刃剑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 去控制了 这种方 这种状况 所以呢 你看 未来啊 就是不论是国阵 还是明年 他都将面临着 在这个 这个政治论述上面的 一种考验 就是你怎么样 来来论述 你未来的这个方向 你未来的斗争方向 你你总的这个目标 和你总的这个 方针 政策 应该怎么来谈 这这仍然是一个 非常棘手的东西 那么对于新政府来讲 纳吉在这个大选前 给予了所有的 那么多的承诺 你估计 纳吉能够兑现 这些承诺吗 就是说 国家要另外 更加多的举债 来去 去兑现这些承诺 不过他没有提到举债 他是想说 要给很多很多的福利 福利从哪里来 这些钱从哪里来 他可能说 他税收就增加了 或者是 税收收回的更多了 所以他可能 五年里面可以慢慢的 去扒你们这些 中产阶级的皮 你别忘了 在这些大选呢 在短短两个星期内 他花了大概 四亿 四亿吗 我听说好像六亿 是吧 我听到的是四亿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增加 在短短时间 可能几天又多了两亿了 这个是在国库里面的 钱拿出来的 是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登加楼 登加楼我们看到的 那个国会议席 得迎娶的那个对比呢 也就是 总共八席里面的国会议席 国阵赢了四席 然后 伊斯兰党呢 是赢了四席的 那么在这个州的 那个执政权 他们应该是会怎么样 去分配呢 是国阵 还是伊斯兰党 这个是州还是国呢 国他们不是这样看的吧 他要看州 哦 这是 看错了 这个是国的 所以这个是对执政权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没有影响 只是如果说 从这边角度去看 就是 吉他都多了 两位上一员吧 是说国阵可以再委任张一员 嗯 最近消息 看到这个 吉他州的这个 木克里呢 肯定了 会在这个 今天 下午三点 正式 会宣示成为大城 哇 好快 今天下午三点 就要宣示了 新州的这个消息 来自新州人巴的消息 嗯 但是 早一点宣示了 早一点 免得夜场梦多 黄塞之输啊 黄塞之输了 是吗 嗯 但是怎样输就不清楚 曹智雄呢 曹智雄也输了 曹智雄也输了 你看 这是华裔选期 全部输光了 对吧 呃 吉他州 这基本上就是 没有华裔了 啊 华人就在野了 哈哈 这个是什么 马来人在朝了 呃 就先先 先就实现了 这个蔡熙的 这个 所以 所以昨天我 前天我评 我评论关于这个吉他州 这个票数的 这个这个来 来源 比如说我讲 华人没有回来 马来人未必会讨厌 这个回家法 就印证了 在黄塞之输 跟曹智雄身上了 嗯 对 这个呃 还有 还有 最后的 这两个席位 哈 我们这等 这两个席位呢 我们就结束 我们今天的这个 节目了哈 对 那么这两个席位 大家猜一猜 呃 是会落在明年的 这个身上呢 还是会落在国阵的身上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 好玩的地方 就是各分你各吧 一个一个 各有一个 不要强了 两个席位都是同在 史栏 啊 雪兰俄州 对 都是在雪兰俄州啊 一人一个数目 字也好听一点 13488 多少 134 134和88 哦 88 明年也要发发 啊 啊 啊 这 这个 这 这些 呃 这些 这是吉利化呀 什么这些东西 哈 呃 到到时候 会不会有些什么 真正的 这个寓意的 这很难讲的一件事情 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建明 呃 说些什么啊 他一晚上也是睡不着觉 到现在还不去睡觉 啊 他说 如果你现在就 认输呢 可能你不曾做过 巴加巴也不了解 对把关 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呃 他意思是说 呃 如果你做过巴加巴呢 那你一定不会 呃 不甘心自己 呃 那么义务的 努力的 认真的 小心的 看守 每一票 却抵不过那么 呃 配合剧本的黑暗 所以呢 你没有权利代表 其他505换政府的选民 说放弃认输 哎 我觉得建明这句话 值得咱们好好的去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说 啊 他说你你你 马上 你现在就认输的话呢 你是没有做过巴加巴 也就是说 巴加巴的这些人呢 其实 他们是很认真的 在现场去执行任务的 去做这件事情的 他们觉得做的 我这儿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什么漏洞 啊 的确是没有什么漏洞 嗯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了 这样子的这种事情呢 他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呃 如果你做过的话呢 你是 呃 不会甘心是这么回事了 呃 他说呃 他们认真的 小心的去看守每一票 却敌不过 那么 配合剧本的黑暗 但但这 这这个 他说的还是不够透彻啊 不够明确 还是停电 我不如说明一点 这应该是停电 对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白名 应该讲的是停电 不过其实 其实我觉得说 呃 对于名人来说 这场战 有很多方面 觉得是不合逻辑啊 就是说 可能一个停电 就多了几箱票 但是这个多了几箱票 也是 传出来嘛 大家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多 但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自己的 咱们Facebook上面啊 就我们 自己拍到了 就是有车 就赶到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从车里面 拿出那个票箱 就送到那里面去了 怎么这个时候 去做这样子的动作呢 是啊 很奇怪吧 你说收集这个票 应该是一个时间 都已经全部送到了 你不可能 隔了几个小时后 咦 还有一张票 所以我觉得他们 上述的情况 如果说 就是跟着那个 Number Series 重新再检查多一次 很多东西都会出来了 可是像你说的啊 可能搞破一些选票 是没有那个Number Series 对对对 我记得我投票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Number Series 对吧 如果这种状况 真实无对战 对对对 而且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点子呢 我相信呢 我们应该要点出的 就是每一个投票站 它的像应该都有 相关的那个像号 那个是追溯的一个像号 其实 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很难去谈的 一样东西就是 根本在数字上 它有根据 为什么 就是他们走进去的时候 在唱票嘛 在唱票就是各自两边 两方面都有人在那边画 画大概知道多 出席人数有多少 所以突然间你的票多出了 比出席人数多 你就知道那边有问题 没有 他现在问题是说 并不是多了几箱票 而是换票 但是你就是说 一停电 他看到多出一台票 而不是看到人家换票 他换那个箱啊 因为你箱是肯定的嘛 你几个选区 对对 选区有多少个箱是定的 所以 没有其实在往 没有现在他们流传的就是 这个停电过后 多了一箱票 他并不是说换票 他是想多了一箱票 或者是 所以 多了两箱 多了两箱 所以其实多的情况 只要你根据数据人数 你在撑票的时候 根据那个数据人数 它不应该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 这个箱子上 有没有任何的标识是 这个箱是从哪一个选 一个投票中心拿过来的呢 那么他投票中心拿过来的 那个箱是不是有重点 他其实应该都有了 就是他有 然后他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投票 之类的东西 他应该都有的 所以你讲说 换票 你要换到准准那个数目 你需要做一些很大的工作 然后同样如果说 你讲要多票 然后你要先抵得过 就是在唱票那边的那个数目 所以整个动作并不难 如果说像剑民手说的 就是一个黑暗 就改变了整个东西的话 那个功夫要很大 我觉得换票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我可以想到怎么去做 可是如果你说是加票 这个是比较移成 因为是追溯的出来的 换票的可能性 你可以刚好算完那箱票 对 所以我就讲说 我们看到几个情况 一 就是在文东 文东说 就停电过多了 一箱票或两箱票 这样如果是多 是不可能存在 但是他换的话 为什么之前那两箱不存在 OK 这第二个就是那辆车 送了这个票过去的时候 这样如果说 你讲是换票 我们就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此才到 然后第二就是 如果是换票 他必须要在那个时候 拿出一个东西出来 再放一些东西进去 之类的东西 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那些票 那个时候还没有收起 只是那个讯会那边 没有去宣布说 是不是所有那些投票 站那票已经来起了 他可能就偏偏保留 那两三个还是几个投票箱 然后就先看这几个 那边他可能去探 这个就是要名人在里面 算票的那些人 提出的一些看法 对 主要是没有这些东西 他只是纯粹讲说 一个停电 突然间多了票 或停电换了票 甚至 这也没有信服力 不过我相信一般的人 都相信 因为他们宁愿相信表面 对对对 我们如果理智来分析 确实是不可能 多出几箱票 对对对 只有可能是 就是头天换日 掉包了 这个就可能性 掉包的 掉包的方式 有很多很多种 可是这些方式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都有证据看到 我总不得说 人家把票送过来 他就是掉包了 对对 可能真的有些票 还没有送过来 那他的方式 是不是应该说 等所有票项收齐了 才开始算票呢 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 照我所了解 他们是 好像是在那个 投票中心那边 是点票了 然后点票就会填 那个什么 Borang 14 Kaputasan 这个也可以 后面有 也就是他已经 填了那个表格 然后他会 这个表格是 连同那个票项呢 一并送到去 另外一个基地 来做一个追踪的 一个点算的 是 其实我蛮 我蛮想看到的 就是安华 如何回应这个东西 因为他本身 毕竟他当官副首相 所以你讲说 SPR有什么方式的东西 他都应该 要入职场 像他提出的东西 如果很技术性 很好的话 我觉得说 蛮有公信力 但是就是他 如果说 只是提一些 片面的东西 我相信 他一直说 他手头上有证据 之前也是因为一些什么 我忘了什么事情 也是说证据证据 到最后也是 不要了知的 对对对 安华是一个绝对很厉害去制造一些东西 吸引人的东西 让每个人都跟着他 然后最后他拿出来的东西 可能并不是理想中的东西 比如说 当年他被释放出来 然后在狱中被释放出来 他制造了很多这种烟雾 让每个人都跟随着他 就是等着他出来 他一旦出来就是演讲 就全部爆满 每个人在等着他解释 没有的 不怕其实没有解释 不怕每一场都还是爆满 每一场都还是人家要不要等 他很喜欢制造这些东西 总之呢 就是安华也说了一些 这个关于证据方面的东西 他接受选举委员会的挑战 可以公开 手头上已经得到的 确凿的这个证据 证明邮寄选票 真的被人悄悄 丢弃在一个这个荒废的电污的后面 而且是强烈的怀疑 选举委员会打算偷天换日 用事先准备好的幽灵选票来做替代 现在呢 说是铁证如山了 选举委员会还有什么话说 这个安局就安华就揭露 说一些一批这个原定 送往这个选举委员会 部城总部的这个投票箱 竟然是在某一个这个收费站 由某些这个 有某辆车子给拦截了 然后呢就转载到这个 哪里啊 这个嘎抢那边的这个西米山 工业区SC2的一个路口上 秘密的一个地点 行迹非常的可疑 这些属于选举委员会的一批票箱呢 被人载到这个地方 过后呢 这个工政党在这个地区的一间商店里面 发现有一具选票的这个信封散落了四处 包括在这个垃圾桶里面 这些 我现在说的这些消息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些消息 总之快点公布吧 其实是的 而且我真的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等到大选成绩出来 你才说 这个他之前有说过 大选之前都提过 有说过这些东西 这个证据 只是到最后 他也是没去怎么去追究 但不过安华说了 他说这个据了解 随后揭发了有两万八千名 选民是巴基斯坦 这个菲律宾 印尼 孟加拉籍的 这个不见下文 那但是呢 还再有四十二名军警呢 是这个巴基斯坦 孟加拉和菲律宾 以及印尼籍的 根据就是他所了解的 的是马来西亚是没有 孟加拉籍的这个军警 因此呢 选委会呢 必须马上解释 不要拖延 尤其是投标日 已经是不远了 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呢 是之前的 现在再拿出来说 是不是 而且我相信像有一些事情呢 那个所谓的不退审末制呢 应该会慢慢被模糊化了 大家焦点都不在那一边了 现在 因为那个基本上也赢不起 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和问题出来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个 最新的这个消息 是什么 是没有更新 那两席就是不会出来 我觉得我们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呢 咱们再聊两分钟 咱们就歇歇了 这两席不管给谁呢 这个明天的成绩呢 都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 同样的 在那个周选区的 已经公布的那个席位呢 在505席里面 已经公布了502席 那么剩下的三席呢 同样的也是在 雪兰俄州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的 我相信这三席 应该也和那个国会议席呢 是同样的一个地区吧 有什么那么难搞呢 到底是哪一个区 可能人数太多 还没点算出来吧 最多人 刚才加热的这个议席出来了吗 出来了 出来了 对对对 那么现在就是 三个州议席在雪州 两个国议席在雪州 还没公布的 好 那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还剩下了这个 还剩下了大概是 两个 两个国会议席和三个州议席 都是在雪州 都在雪州 都还没有确实的一些成绩 其实我蛮觉得蛮庆幸的 就是大家本来担心的这种包围案 担心那种聚会啊 种种的那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而且如果说经过了今天没有发生的话 接下来的都属于策划性 甚至比较有组织性的都应该不会乱到哪里去 我觉得有组织性的效果会比暴乱来的更好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要更好的一些成效 还是应该聪明的方式去做 对对对对 真的 就是这个成效方面很重要 而且比较理智 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爆炸事件中 在这个报名中 就是网络报名中 种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很多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了 而且这个大选本来就应该比较理智去处理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等一下回去好好睡觉 有新的成绩了吗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新的成绩 全俄州出来了一席了 也就是伊斯兰党已经得到了这一席 全部出来了 一席是伊斯兰党拿到 一席是民主行动党拿到的 什么国席吗 州席 然后国席我再看一看 国席还没有出来 那州席两个出来了 当然国席应该很快了 我相信多一个一两分钟就有了 那州席是已经确定了 最后两个席位的 一个席位是给伊斯兰党拿到 一个席位是给民主行动党拿到的 这样是明年增加一个国会议席 应该是必然了 那么这里雪兰党的一个 这个州议席的那个 那个迎娶 就是在明年阵线的那一方面 引起呢 伊斯兰党十五席 公正党十四席 然后民主行动党是十五席 那么这个雪兰娥的 州户大臣的人选会不会有所变动呢 有可能是帕斯会拿过去啊 帕斯拿过去啊 对啊帕斯拿过去 然后就这行动党依然有一个高级行政议员 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卡利保留吧 他其实有三个人选 他有卡利 然后这个阿斯密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摩摩特 对 所以他三个人选 可是摩摩特 摩摩特是帕斯啊 所以他可以拿马给州大臣啊 他不是这个 他不是一言 他也没参选 所以可能就没参选了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听众啊 到现在还是一直守着这个 我们的这个电台 还有人在听 还有 有很多很多 那虽然我们不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把这个最后的几个席位的就报告给你 不过呢 相信了就是啊 大局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定下来了 所以今天大家就是安心的睡觉 明天呢 我们整理一下思绪 然后上路 上路 就是就是前进啊 就前进啊 像前进比较好 上路好像是 他懂上路 那是one way to get no way to get 好了 谢谢 谢谢各位啊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重播 今天的这个 选情的分析的这个节目 还有这个选情报告的这个节目 所以我们养经极锐 那就等下下一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来分析这个大选成绩了 嗯好 谢谢各位 好谢谢 明天见 晚安 晚安 拜拜 应该是什么 应该都已经3点25分了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